走 禀主公 江东派来使者请和 并送回皇祖将军 什么 使者 是 让他们进来 诺 主公 末将 末将回来了 江东的使者呢 孙奸之子孙权拜见刘伯伯 你就是使者 是 多大了 禀刘伯伯 孙权今年九岁 九岁就来为使 真是可笑 禀刘伯伯 高祖皇帝九岁时 射死过一头金额猛虎 吴帝爷九岁时 已经晚宫杀敌 我孙权无用 九岁时只能向刘伯伯请和 请伯伯赐还我弟弟的尸首 从今以后 江东永远不向荆州复仇 这 主公 主公 江东姓拜 孙天王命 妻子年幼 我们干脆战草出根 彻底灭掉孙氏家族 然后趁其不备 法兵只去江东 依着王后大言 刘伯伯 我哥哥孙策已经继承父位 领长沙太守 现在他不在三经渡 早已返回江东 掌军御敌 我明白你的意思 孙权啊 我要问你 你父亲死在我的手里 你江东军为何不来杀我报仇啊 反而要来求和 禀刘伯伯 爹爹临终前交代过我一句话 什么话 爹爹爹说 刘伯伯有皇室之风 忠义厚荡 是袁绍逼着他们伏击我们的 要复仇应该找袁绍复仇 江东与袁绍势不两立 爹爹还说 为了江东的安危 我们应该与刘伯伯画干戈为玉伯 两家修好 和睦相处 你父亲真是这么说的 是 孩子 孩子 快起来 你父亲的尸骨我已经装炼 你可以带回江东 我还要在江边设计 送别你父亲的英灵 谢 谢刘伯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